回到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count 跟 count 以弗 不過這個前面還有 run 的 因為 run 的函數,我想這個比較一般 run 的函數是四舍無路到第幾位 所以也許各位可以自己試試看 run 的函數 比如說四舍無路到整數的話,那就插入函數 裡面有那個也是數學與三角裡面的 run 的 這個用到的機會也蠻大的 run 的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基本上就兩個參數 一個是它的數字,一個是取到小數點的第幾位 如果第0位的話,那表示是取到整數,所以它是25 如果是第1位的話,取到的是小數點的第1位 當然如果你是負1的話 負的話,就是取到整數的第1位 所以它可以是0,正的也可以是負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 run 的,其他還有像 run up run up 顧名思義,就是 run的是四舍無路 run up 是無條件禁位 只要有小數點就禁位 run down 的話,剛好相反,無條件捨去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這個應該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我們就直接接來看 count 函數 那 count 函數呢,裡面其實也還蠻常用到的 count 是計算有幾個啦 然後呢,count if 是多一個條件 跟 sum if, sum 跟 sum 蠻像的 sum 是加種啦 不過它這個是 count 是計數 那如果說像有幾個問題,比如說第一個 這個範圍裡面呢,有幾個是數字 你怎麼辦 數字喔,那你總不可能當然就 一個一個慢慢算 這是比較笨的方法 那有沒有比較聰明的方法呢 第一個 第二個可能就是,這裡面 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幾個儲存格是有資料的 有資料沒資料 那第二個,第三個問題可能就是 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是空白的 沒有資料的 還有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 有多少數字是大於10的 大於10,你要幫我算出來 所以諸如此類 這邊剛剛講的四個問題 四個問題其實就是四個函數 哪四個函數呢 第一個 這範圍裡面有幾個是數字 它是放在統計函數裡面 所以剛剛是數學三角 現在把它切到那個統計 統計下面這裡 統計裡面的話呢 這邊有count 各位可以看到 從這個count 往下 其實就是這四個 count是 包含 數字 儲存格 有沒有 這個範圍 所以你第一個你要選一個範圍給他 第二個 它是幫你 反環 幫你計算 總共數字有幾個 是要用count OK 那底下還有什麼? count a count a 什麼呢 計算範圍 範圍中 非 空白 非空白儲存格的數目 所以特別主要 count a 是算不是空白的 count blank是 空白的 OK 算幾個是空白的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知道說某個範圍裡面有沒有空白的 有幾個 那你可以用count blank count if 是什麼呢 這個跟sumif有點像 只是說sum是加種 count是算幾個 那比如說我有一個條件 這個範圍裡面有 幾個儲存格 那個數字是大於10的 OK大於10的有幾個 那就用count if 那底下 一樣有個count if s有沒有 對多重 不是多 多重 範圍跟條件 一定是一個範圍 所以是多格 跟count if 有點像 但是s 可能就是複數多個範圍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我們一個個來看 如果我想要知道這個範圍裡面有多少個數字 那我就用count 你就給他這個範圍 他就告訴你總共有53個 也就這整個 好像63個儲存格吧 其中有53個是數字 第二個問題呢 裡面有有幾個是 數字 有幾個是有資料跟沒資料好了 比如說有資料沒資料的話 那我們就用count A 然後呢把這個範圍給他之後 按個確定 59個 那也就是說有6個 這相差6個 就是有什麼代定 跟true跟false 好 true跟false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其實在 Excel裡面 true跟false 他也不把它當成數字 但是在VBA裡面 VBA剛好相反 VBAtrue跟false 他是把它當數字來處理 因為true跟false 他把它當0或1 OK 這個變成說就是函數 怎麼去定義 true跟false 到底要不要把它當數字來處理 所以 有的時候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不是很 非常重要 但是就是細節的問題 細節的問題 OK 然後再來空一個 也許就是裡面有幾個是 就是空白的 我怎麼知道這範圍裡面有多少空白 那你可以用 count blank blank 空白的 然後呢把這個範圍一樣給他 他會告訴你裡面有7個 所以 總total的那個 這個 儲存格數量 當然就是這加起來 總共 就是 66個儲存格 66個儲存格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說呢 這裡面的範圍 有 多少個 是 大於10的 那其實就用countif 然後呢 這個地方 range一樣給他 不過會多一個條件 就是 criteria 大於 10 那有幾個 OK 那你移開之後有沒有 現在沒有出現嗎 移開喔 他會自動幫你補前後雙引號 當然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那 這個地方告訴你有32個 那他其實怎麼比 這個是一個範圍 所以他有點是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怎麼樣 他就一個先抓出來 比比看 有沒有大於10 如果沒有 那就 就不加1 如果像這個一直跑跑跑跑跑到這個 有多一個 他就幫你加了1 然後再一個 再加1 然後再加1 一直幫你全部加完 加完之後再返還給 這個儲存格 幫你返還回去 他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用理解的方式 按確定 好32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 多條件 多範圍 或者是 這後面還有什麼 com if s 有沒有 其實如果你不會用 反正 很多東西就 試試看 因為這個有些東西 不需要死背的 用理解的 如果你知道他到底做 可是 剛好你有這種 工作有需求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criteria 1 有沒有 Range 1 表示說第一個範圍 比如說 第一個範圍 假設是這個範圍 條件的話呢 比如說我希望找什麼呢 這邊有沒有負的 好像沒有負的 比如說我想要找 True好了 criteria 如果是True的 True的有幾個 他應該是兩個 都要end 所以變成說 criteria 又True 所以這個 不太可能 所以最後 True的他會幫你找到 有沒有 兩個 但是criteria 可能第二個 又在這個範圍裡面 如果又是Force 可能嗎 那不太可能 所以你會幫他們0 他這兩個是要是 交齊的 要交齊的 所以 他變成這個 OK 所以你們可能要 對 數 兩個 對 兩個範圍 就可以 因為我們這邊 只有一個範圍 所以 你也許再來就是 Range 2 Range 2的話 你可以再去找另外一個範圍 反正就是很多個範圍 很多個比對的話 你可以用 criteria 2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範圍 好 大概是這樣 那 主要 其實這邊 我想最常用 而且最重要是 conif 那後面我看一下 這後面還有 conif的練習 這conif的練習 也很 很簡單 就是說 這裡面的話 有幾個男生 有幾個女生 也是很簡單 其實你就用什麼 用conif來做就可以了 所以一樣 這個地方最近使用過的 conif 然後呢 Range這個範圍 quiteria就是這個 男生 有四個 那反之的話 另外同樣的方法 就是最近使用過 也是conif 一樣這個範圍 女生 女生的話 當然你可以打個女啦 或者直接指這個儲存格也可以 有三個 有沒有他馬上幫你把它算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呢 conif這邊有 銷售額超過 5萬的 就這個範圍 所以一樣 用conif conif 然後呢 這個範圍 這個是 Range是 這個 這個 然後 大於5萬的 大於5萬 百千萬 OK 這邊 因為移開它會自動加雙以號 按確定 三個 那當然這裡 其實還可以練習什麼 比如說 這邊有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如果這個要大於5萬 而且這個呢 要大於 比如說 50好了 OK 那當然有幾個你會發現越算越少 所以你可以兩個範圍的話你可以用 Countif 好 那他問題就第一個 比如說這個範圍 它要大於 50 第二個範圍的話呢 這個範圍要大於5萬 那當然越算會越少 各時 百千萬 OK那你會發現回來 三個 看一下 一樣三個啦 不過應該 剛剛好也大於50 所以當然你可以 越切越小 或者是 銷售單價 大於多少 等等的 所以你如果有多個欄位的話 可以用什麼 Countif 加S 它就是兩個範圍 三個範圍 很多個範圍 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做完之後 其實 Count 跟Count 相關的函數 運用的面 就很 很大 所以待會也許你們可以再把這兩個 兩個範例 第一個是黑名單篩選 第二個是樂透彩 中獎機率 統計 其實這兩個 範例 都可以用 Count 去把 結果做出來 不用太多的東西 也不用VBA OK 所以 如果你可以把剛剛的 公 這些函數 了解的話 其實黑名單篩選 其實是非常的簡單的 不用把它想得太複雜 甚至也不用VBA 如果你要寫VBA 也OK 只是說有些東西 如果可以簡單就不要複雜 可以試試看 了解一下有關Count Count A Count Blank Count Count Ex 反正這些 那將來 只要你要算有幾個的話 就可以用 這相關的 函數來解決 好 那它其實跟類似 樞紐分析表也蠻像 樞紐分析裡面也是幫你去 哪一欄 對哪一列 然後產生 它的 之間的那個 抗折的結果 那 可是有的時候你不用 不需要那麼複雜 你就用這個就可以很快解決掉了 不要沒事就一直用樞紐 用樞紐 我發現很多人很喜歡樞紐分析表 它是很好用 可是 它不是萬能的 有些東西還是沒有辦法做出來的 因為它裡面不外乎 讓你統計加總 技術 平均 最大 最小 標準差 等等 反正這些 但是除了 這些功能之外 很抱歉 沒辦法產生 那很多人 就 因為也是一樣 有點像 太執著 某些 或者是只有那幾招 其他怎麼辦 這可能沒辦法 只能用VBA了 OK 也是一樣 函數 常常同學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函數可以做 不行 自訂一下就有了 OK 當然 VBA是補足什麼 很多 內建功能的不足 那其實很多功能 Excel裡面是真的沒有 那 如果沒有 我們只好 自己去創造出來了 不然的話 你就只能土法煉鋼了 因為Excel雖然方便 但是它有些功能是真的 沒辦法做到 不過還好 我覺得Excel 它 蠻貼心的一點 雖然它做辦不到 可是它提供給你一個 你自己設計的一個 空間 所以這一點倒是 還蠻不錯的 工具 試試看 先大家瞭解一下 抗子相關函數 謝謝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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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